《對沖基金》 一說起對沖基金 大家會想起大戶,會想起賺很多錢 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們除了有零售基金以外 都有管理這個對沖基金 今天就讓我為大家介紹一下對沖基金的竅門 其實對沖基金是怎樣賺錢的? 跟傳統的基金很不同 大部分對沖基金都不單單跟著大市買賣 有部分對沖基金是做一個雲均的投資 例如大家很熟悉的索羅斯 有追擊過英鎊、追擊過代注 亦有些對沖基金做一些量化分析研究和投資 例如大家可能聽過的LTCM 當然我們的專項是找一些升幾倍的股票 但不論他們的投資策略、投資的工具也好 大部分對沖基金都不跟大市走 因為跟著市升更好少少 最慘是看到市跌來跟著跌 對沖基金是否這麼簡單就可以賺到錢? 其實背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錢 因為對沖基金的基金經理會跟客人進行分成 即是所謂的表現費 這個分成可以高達投資回報的兩至三成 正所謂有錢使得鬼推磨 所以對沖基金的基金經理在投資上也特別上心 當然大家最應該關心的是 除了基金經理自己的賺錢之外 是基金的客戶本身是否都可以賺錢? 所以到最後都要交功課 看投資回報的表現 特別要留意一下對沖基金的表現費設計 它的副作用是令到小部分對沖基金經理 會以不必要的風險去換取短期的回報 正所謂贏就是兩份贏 輸就是客人的錢 而這種賭得大賠得大的招式 通常都可難以維持 所以大家去看對沖基金的時間 要多點留意他們長期的戰績 尤其是不同市場周期下的表現 而那些只能夠一戰成名的對沖基金 大家要小心留意